这个男人跌跌撞撞的从地下室走上街头 结果却发现 大街上的大哥大嫂美女帅哥都静止不动了 瞬间男人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大雄是一个心怀漫画梦想的日本年轻人 他白天去流水线打工赚钱 晚上则拿着纸笔回家爆肝 好不容易完成了一篇新画稿 大雄立马迫不及待的送去了编辑社 结果编辑却说 大雄的漫画画的不错 就是缺少有过梦想的元素 毕竟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看很然很轻薄的题材 再次被编剧拒绝 大雄沮丧的来到女友镜香的家中求安慰 然而你弄我弄 在镜香家磨叽到天黑 大雄这才背着包返回家中 一进门就看到老头子一个人在家喝酒 见到儿子回家 老头子照例说了一句 你妈出去兼职了 饭在锅里 自己热一热在吃 对此大雄只是嗡了一声 便返回卧室继续创作起来 半小时后 妈妈终于回家了 她推门走进卧室 看到儿子又在画漫画 照例滔滔不绝的嘲讽起来 说什么隔壁家的儿子 考上了公务员 现在房子车子老婆都有了 打枪你每天追出什么梦想 梦想能当饭吃咋的 说着说着 还走上前抽出了大雄的画稿 创作思路被打断 大雄异常暴躁 一把推开妈妈 并抢回了画稿 吃成想 妈妈直接失去平衡 撞破了衣柜玻璃 瞬间直挺挺的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就开始浑身抽搐 大雄吓得高响 赶紧蹲下身抱起妈妈 吃成想咔嚓一声 把妈妈的手臂抱了下来 大雄吓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抄起妈妈的手臂 就想怼回去 结果却发现 手臂的断口处 冒着腰异的蓝光 皮肤边缘 还多了一个动物纹身 看着妈妈胳膊中的机械结构 大雄男男自语道 我妈什么时候变成了机器人 六声无主的大雄 赶紧跑到客厅 跟老头子汇报 飘瘦了 你媳妇我老妈成机器人了 老头子的反应却异常淡定 继续坐在桌子上 喝着小酒 嘴里说的还是那句 你妈出去兼职了 饭在锅里 自己热一热 大雄瞬间开始怀疑 自己的爸爸 也被调包成了机器人 第二天 心事重重的大雄 来到了工厂打工 结果却惊恐的发现 厂长开的玩笑 也跟昨天一模一样 不信邪的他拿着画稿 去找编辑 结果编辑的回答 也跟昨天一模一样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身边的人 都成了机器人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的男主大雄 在这一瞬间都快崩溃了 于是他把这一切 都告诉了女友金香 外合金香根本不相信 为了证明自己 大雄拉着金香就回了家 一进门 老父亲仍然在桌子上 喝酒吃饭 说的依旧是那句 你妈出去兼职了 饭在锅里 自己热一热再吃 大雄心想 我妈这会正躺在地板上 胳膊肘都七零八落了 咋出去兼职 说话间 就拉着金香来到了卧室 时程想一开门 卧室里去空无一人 这一刻 大雄自己都开始怀疑 昨天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就在这时 正在收拾漫画书的金香手指 却被一块玻璃茶割破 大雄脑中咯噔一下 终于确信 昨天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只不过有人转移了机器人妈妈 掩盖了事实 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大雄故意一把推倒了厂长 厂长倒地后 同样抽搐起来 眼中还冒着蓝光 在看一眼周围的同时 他们仿佛没看到厂长倒地 依旧有条不紊的干着自己的工作 难道整个工厂的人 都被换成了机器人 想到这里 大雄哪还有心思上班 赶紧矿工回了家 这时候一个身穿工作服的青年 从他家走了出来 紧接着完好无损的妈妈 去推开门走了出来 此刻老爷子终于不再吃饭喝酒了 但是嘴上说的还是那两句话 大雄赶紧追了出去 结果却发现青年 上了一辆硬有奇怪动物标识的 五菱红光 这个标识 大雄在妈妈的手臂上也见过一次 想到这里 大雄赶紧追了上去 奈何两条腿跑过四个轮子 追了半天 还是跟丢了 没法子 他只好找到金香商量对策 只称想金香去一本正经的告诉他 只要不影响工作 让社会维持正常运转 是机器人还是人类 不都一样吗 大雄一脸正经的看向金香 昨天划伤的手指 此刻没有一点伤痕 难道金香也变成了机器人 大雄不可置信的推了一把金香 咔嚓一声 金香也倒地不起 浑身抽搐起来 他的包也因此掉落 一本奇怪的宣传册掉了出来 感觉是有蹊跷 大雄便来到了这家公司查看 结果却发现 这是一家贩卖梦想的新型创业公司 掌握了很多可怕的黑客机 就比如眼前这个漂亮的前台妹子 其实就是一台智能机器人 他非常热情地带着男主参观自己的工厂 详细地给他介绍说 自己公司的目标 就是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完成梦想 可走进车间后 大雄看到的 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凶人舱 无数人类躺在里面 脑袋上连接着感应器 一旁的前台仍然滔滔不绝地介绍 自己的公司依靠黑科技 研发出了白日做梦的装置 只要躺在里面 就可以长期进入美梦 在梦中必然是心想事成 至于他们现实中的身份 则由机器人代替 最后又指了指冲让电脑表示 所有的梦境都是他制造出来的 因此他们公司才选了传说中 能吞噬墨镜的墨当logo 紧接着前台又给大雄推荐起白日梦套餐 为了证明效果 他还播放了大雄妈妈的梦境 在妈妈的梦境中 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了名媛 每天过着环游世界 只最精密的潇洒生活 至于大雄的父亲 则如愿以偿的 成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奥图曼 每天英雄就美 打打小怪兽 日子过得无比潇洒 虽说前台小姐说得天花乱坠 可大雄却越来越害怕 于是他走到妈妈的凶眠苍田 拼命地摇晃起来 试图惯醒妈妈 紧接着公司的保安便冲出来 轻松控制住了宅男大雄 紧接着白日做梦公司的老板走了出来 微笑着告诉大雄 你现在如此害怕 只是因为没体验过白日做梦的美好 今天我正好有空 就免费请你体验一次好了 说话间 从裤兜里掏出一根小孩胳膊粗的针罐 不顾大雄的拼命反对 就要扎进去 关键时刻 只听大门处出来一声大喝 大雄抬头一看 原来是静香主动脱离梦境 跑来拯救自己了 静香告诉大雄 他愿意跟大雄共同奋斗 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梦想 就这样 两人手牵手回到了家中 从此过上了没修没少的幸福生活 这天大雄一脸兴奋的拿着话稿回了家 激动的告诉静香 自己的话稿被编辑录用了 他终于完成了梦想 随后一脸不屑的表示 像乌托邦这样的虚假梦境 可感受不到这么真实的幸福 结果静香却突然来了一句 这里就是乌托邦呀 大雄吓得一哆嗦 瞬间睁开了眼睛 又用眼帘的 却是老板保安前台的脸 原来刚刚的一切都是白人梦的短暂体验 现在时间到了 他自然醒了过来 这时候老板又开始自吹自擂的宣传起白人梦的好处 说自己完成了无数人的梦想 功德无量 现在就让他帮大雄一下 说完又掏出了巨大真管 在真管恐惧的刺激下 大雄干脆一棍子撂倒了老板 这才发现这个老板也是机器人 一旁的前台解释说 老板一开始发明白人梦机器 是为了控制世界 后来才发现 自己做白人梦 统治世界岂不是更方便 眼看着保安和前台再次想逼自己躺进去 大雄疯了一般的冲过去 砸毁了白人梦设备 瞬间保安和前台都变得一动不动 所有沉睡在梦中的人类都醒了过来 大雄一脸期待的看向金香 结果金香却冷着脸说了一句 为啥要叫醒我 这下大雄彻底崩溃了 他大叫着跑到了街上 结果却发现大街上的人类 全部保持着走路的姿势 一动不动 就仿佛世界静止了一般